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我们频道中的故事均源于真实故事改编。部分故事中的人物可能会使用化名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。我们讲的杀人案太多了。手段再凶残的都有。然而,这起案件却仍然让人震怒。 凶手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。连禽兽都不如。年轻美貌的女受害人被残杀。死前还遭受长达八个小时的暴力摧残。而她的丈夫就在隔壁房间。听到了整个施暴的过程。有受害者邻居村民的话来说。这些人应该千刀万剐。枪毙是便宜了他们。 2013年5月15日。山东省林仪费县党家庄村的张大娘交集起来。前一天。张大娘打电话给儿子霍刚聊天。霍刚说因为自己的小吃店没有拍照。暂时不能卖烧烤了。要关门几天。等正办下来了再说。张大娘就劝儿子不要心烦。 15日来家里玩玩。26岁的儿子霍小刚。同24岁的儿媳张力结婚才半年时间。婚后小两口辛苦打理这家小型烧烤店。基本没有一天休息。现在也算难得有了几天假期。干脆就放松放松。儿子霍刚满口答应。张大娘让他们早上就来吃早饭。晚上再回去。然而15日到了上午10点。 小两口还是没有来。手机也都打不通。开始张大娘没有多想。年轻人好睡觉。之前小两口为了做生意。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。现在有机会休息了。多睡睡也是正常。就这样又等了一个多小时。到了中午12点。张大娘开始奇怪了。年轻人就算再能睡。也不能睡这么迟呢。 霍小刚是张大娘。霍小刚是张大娘老两口的独生爱子。虽然生长在农村。霍小刚也是娇生惯养。没有干过农活。一直都在读书。 她从小就很听话。为人忠厚淑朴。周围邻居都很喜欢她。儿媳张丽也是随和善良的女孩。长得也很漂亮。算得上人见人爱。婆媳关系非常好。亲如母女。之前小两口从来没有爽约过父母。这次是怎么回事。张大娘心里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。 这里乡下治安不太好。盗窃事件频发。儿子霍小刚的新房位置比较偏僻。在县城的边缘。距离张大娘的村子也有一两公里的距离。 还是有治安隐患的。之前。新房就曾经被小偷盗窃过一次。丢了一两千的财物。被盗以后。在其他村民的劝告下。儿子在家里安装了视频监控防盗系统。还养了一条看家的小狗。在拨了接近十个电话不通后。张大娘终于忍不住离开了家。去几里外的儿子家询问情况。张大娘来到儿子家的门口。 奇怪的是门关着。却没有上锁。推门走进屋子。张大娘大声喊着儿子和儿媳的名字。没有任何回答。张大娘只得进屋找人。奇怪的是。家里五间房都空无一人。却颇为凌乱。卧室有被翻动的痕迹。几个抽屉都被打开了。浴室则有杂乱的脚印。厨房里面甚至放了一锅。 吃了一半的红烧肉。张大娘对这锅红烧肉很奇怪。儿子霍小刚工作是搞烧烤的。平时对肉类很厌恶。几乎不吃荤。更别说吃红烧肉了。 而媳妇张大娘年轻美丽。身材很好。也绝对不吃肥肉以保证体型。这锅红烧肉是谁做的?一时间。张大娘不知所措。人到哪里去了?为什么不锁门就离开家?还在家里翻来翻去?会不会是小夫妻吵架了? 儿媳妇张力拿东西回了娘家。儿子霍小刚追了过去。这也不会。小夫妻才结婚半年。感情非常好。称得上是秘里调油。 偶尔半几句嘴却从来没有吵过架。况且无论儿子还是儿媳妇。手机都打不通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。张大娘不知所措的在院子里乱转。突然浑身发抖起来。她发现在院子的一角。那只用来看家的小狗。被人活活砸死在地上。可以看到。下手杀狗的人手段极为凶狠。 小狗的头被砸成一层皮。骨头都被砸得粉碎。这是怎么回事?就算夫妻吵架也不可能把小狗砸死。平时小夫妻对小狗非常喜爱。 而媳妇张力每天都要带店里的骨头给小狗吃。儿子只要一有时间就出去遛狗。他们无论如何。也不可能对小狗下这么重的手。张大娘感到不寒而栗。 本能的觉得出大事了。他亮亮呛呛的跑回家。同老伴商量了一通。老夫妻两人打了电话报警。民警们迅速赶到现场。 其实。本来民警们倒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。小两口不在家。联系不上。也不能说是出事了。 说不定是去县城看电影。或者唱歌跳舞去了。说不定是去朋友家打牌了。一时间没有发现手机已经关机或者没电了。 然而。以专业眼光仅仅看了几眼。民警们立即警惕了起来。发现了一点。 听说家里安装了监控。民警们首先去南侧的卧室就查监控。这一查就让他们却大吃一惊。用于监控的电脑主机不翼而飞。显示器完好无损。看了这一幕。赶来的民警立即倒吸一口凉气。 为啥。如果是盗窃。这台刚刚购买几个月的显示器非常值钱。重量又轻。理应一起偷走。显示器在。电脑主机却没有了。这只有一种可能。 歹徒是为了毁灭入室的证据。如果霍家小两口没事。只是主机失踪。这可能是普通的盗窃案。现在霍家小两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电脑主机又没了。就有可能是出了严重的刑事案件。不是绑架就是杀了人。有可能是歹徒入室作案。当然也许是霍家小两口发生了什么打斗。出现死伤。 一方被罪潜逃。总之这些都是可能的。至于绑架是不太可能的。霍家不是什么大款。只是费现普通老百姓。霍小刚小两口每天辛苦经营小烧烤。也勉强是温饱而已。收入不高。加上天性节省。女主任张力平时都去廉价的理发店做头发。就是为了省钱。不可能有人去绑架这样的家庭。 小夫妻打架导致意外伤亡。一方藏事后逃走也不太可能。这对小夫妻结婚才半年。一直非常恩爱。堪称模范夫妻。 怎么可能随便搞到死人的地步。这就是无稽之谈。那么。最可能的就是有强盗或者小偷入室作案。民警们仔细勘察现场。很快发现了异常。 首先。霍家小两口的院子围墙上。发现了明显的攀爬和撬压痕迹。之前被盗窃以后。小两口将围墙上加装了钢制护栏。现在这个护栏。却出现一个用撬棍撬出的缺口。 恰好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进入。想要撬出这么一个缺口并不容易。一个人还干不了。要一个人蹲在地上。另一个人踩在他的肩膀上借力去撬。后者至少需要撬上十几二十分钟。这样才能够办得到。 显然。除了强盗或者小偷。不可能有人会做这种事。也没有这种工具和技术。再看屋内。霍家小两口的屋子有一百二十个平方。这是刚刚结婚的新房。五间房间家具都是新的。也放了不少张力家陪嫁过来的家用电器。显得挺时髦的。小两口婚事花费不多。 两人甚至为了省钱没有拍婚纱照。后来霍小刚听妻子表妹说。张力从少女时代就一直憧憬着。拍一套漂亮的婚纱照。于是。宠爱妻子的霍小刚从不多的积蓄中。拿出不少的钱。跑到林仪室内一家著名影楼。给妻子拍了一套婚纱。张力天生丽质加上拍摄档次高。 这套婚纱照效果非常好。完全可以放在影楼橱窗作为宣传。现在家里随处可以看到。青春靓丽的张力的照片。 此时。民警们又发现了屋内的异常。家里所有的抽屉、衣柜。都有明显翻动的痕迹。所有现金和金银首饰都失踪了。 显然这是有人入室进行了盗抢。现在关键是。货家小两口去了哪里?其实。盗抢案件在山东乡下并稀奇。同时还有人口失踪就极少见了。盗窃抢劫是一回事。杀人就是另外一回事。盗抢顶多坐牢。 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民警们仔细搜索了家中。发现地板、墙壁甚至卧室的床。都被人清洗和打扫过。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痕迹。显然。这活歹徒绝对不是初犯。有着丰富的作案经验。 即便如此。民警们还是发现了大问题。大卧室的床有些异样。根据山东当地风俗。床上应该先要铺一层褥子。再铺床罩和床单。然后才是被子。 这张床现在被清理得很整齐。床单和入子都没有了。只剩下床罩和被子。这是怎么回事。唯一的解释是。床单和入子上可能沾染了血迹。或者其他体液的物证。被歹徒带走以毁灭证据。民警立即仔细检查那床大红色的新婚被子。 没多久。他们就发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迹。隐藏在红色的花中并不容易发现。这块血迹不大。但足以表明货家小两口可能已经被害了。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。在另一间小卧室。作为客房使用的床下。民警们意外地发现了张力的内衣裤。内衣裤有明显被撕扯的痕迹。显然。 这表示张力可能遭到了歹徒的性侵。稍后。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。通过技术手段。他们发现了货家卧室的墙壁和地板上。都有大片的血迹反应。歹徒清洗过这些地方。只是无法彻底消除血迹。 由此。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起。极为恶劣的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。案件非常严重。各级政府当然非常重视。开始全力寻找失踪者和其他的证据。 专案组迅速成立起来。刑警们在周边走访。希望得到线索。没有多久。有村民向警方报告。距离现场不远的河内。有几个刚扔下去的塑料袋。 民警们立即赶到河边。将陷入淤泥中的三个大塑料袋。和一台电脑主机打捞了上来。不用说。这台电脑主机就是霍小刚家的电脑。关键零件被河水浸泡已经失效了。不能打开。解开塑料袋。霍小刚小两口的结婚证。赫然就在里面。 除此以外。主要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生活垃圾。和霍家失踪的衣物。霍小刚夫妻的身份证。还有一张霍小刚的银行卡。又有村民老汉反映。距离霍小刚新房大约300米有个山洞。这是一处荒山。平时没有人去。山洞也很隐蔽。在案发前。这个老汉放牛路过这里。看到三四个不是本村的 男青年。在山洞外抽烟。老汉感到很奇怪。这种荒山野岭。怎么会有人游荡?旅游、做生意、打工的人。都不可能来这里。根据村民的情报。民警们立即赶到这个山洞。刚刚走进洞口。悲惨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。两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这里。 26岁的霍小刚尸体上伤痕累累。他被人用绳子勒。又用塑料袋堵住口鼻。因年轻生命力顽强。这并没有致死。歹徒又用什么重物。对准他的头部连续重击多次。脑浆都流出来。这才将他杀死。 他的尸体脸部血肉模糊。惨不忍睹。相比霍小刚。他的新婚妻子张力更惨十倍。张力尸体赤裸。全身是被人严重性侵甚至性虐的痕迹。张力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肤。女性私密布更是被摧残到几乎烂掉。到处都是针刺、嘴咬、香烟烫和踢打的痕迹。这都是被长时间性虐的结果。 据说尸检时。因张力的尸体实在太惨了。法医都气愤得双手颤抖不已。根据尸体来看。张力至少遭到数小时的轮奸和性虐。然后被人手掐、绳子勒。塑料袋闷活活的弄死。歹徒手段如此凶残。在山东省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。专案组感到责任重大。权力出击。 希望尽快抓住这些恶魔。分析案情。专案组觉得这群歹徒绝非出犯。现在脚印凌乱。歹徒至少有三到四人。都是男性。根据村民和现场证据来看。歹徒对周边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。 说明作案前曾经仔细地踩点过。观察过低行。作案前。他们选择偏僻地煽动躲藏到夜晚。然后才多人合作撬开货家围墙护栏。 潜入房屋内。歹徒们进屋时间大概是六点多。货家小两口并不在家。这活歹徒就破坏了监控。 隐藏在屋内。晚上七点多货家小两口回家。刚进屋就迅速被他们制服了。根据对货小刚那张银行卡的调查。里面共有的一万多元都被人取走。 取钱的是一个穿着货小刚衣裤。戴着帽子的男人。这个显然就是歹徒之一。在抢劫的同时。他们对张力。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轮奸和性虐。 期间这些人根本不怕被人发现。根据厨房和浴室来看。 这伙人在货家从容的炒菜吃饭。还多次洗澡。直到第二天凌晨。拿到了钱又发泄完授欲。他们才将货小刚小两口残忍地杀死。 这伙人的作案经验比较丰富。并没有迅速逃走。他们清洗了现场。又将尸体转移到附近的山洞里。将电脑机箱和一些物品打包丢入盒内。随后才逃走。 转移尸体。主要是为他们的逃走争取时间。其他则是毁灭证据。这些绝对不是初犯能够做到的。但是这伙人未必有杀人的经验。 无论是霍小刚还是张力。都被杀了很久才杀死。以霍小刚为例。被绳子勒、塑料袋无嘴。折腾了很久也没有将他杀死。无奈之下。歹徒又用重物砸。 刀筒才将霍小刚杀死。杀死手无腹肌之力的张力。歹徒们也花了不少时间。尸检发现张力一侧的乳房。有好几个香烟烫的痕迹。 警方推测这道不是性虐。而是歹徒看张力究竟死了没有。至少其中一次烫的时候。被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张力出现了挣扎。更重要的是。 这些歹徒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他们竟然在现场。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。在河内的塑料袋里。发现了霍小刚的一条牛仔裤。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。 看来。那名取钱的歹徒。就是穿着这条牛仔裤取钱的。在稍后杀死霍小刚的时候。 歹徒也是穿着这条裤子。然而霍小刚死的时候。因为被匕首刺中。血液喷溅出来。喷到了歹徒的这条裤子上。 歹徒也许是第一次杀人。见到大量鲜血后比较心慌。他急忙将这条浸透血迹的裤子脱下。塞入了塑料袋中丢弃了。他在慌乱中没有发现。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东西。还放在了这条裤子里。 这个足以锁定罪犯身份的东西。就是一张低保卡。根据低保卡的卡号。这是山东省新泰市问南镇的低保卡。 齿卡人是一名幸福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已经有接近70岁高龄。患有严重的心脏病。长期卧床。当然不可能是凶手。 低保卡每月可以得到几十元的拨款。每个月都会被人取走。警方对傅家背景进行简单的调查。立即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。傅家的儿子傅刚才26岁。却已经有过一次因为抢劫入狱的前科。根据当地派出所的记录。傅刚从小品质恶劣。初中辍学后就在社会上游荡。他身强体壮却从不正经工作。 而是长时间在各种网吧上网。整天夜不归宿。期间。他结交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和地痞流氓。其中张学军、王吉营、赵峰这三个人。经常同傅刚混在一起。是他的小弟。四个人中。傅刚最大。也不过26岁。张学军25岁。王吉营22岁。赵文峰才17岁。 傅刚是个人渣。渣到什么地步?他的父亲已经有70岁高龄了。患有严重的心脏病。平时很少下床。他的母亲也有多种疾病。没有劳动能力。 父家极为贫穷。家里只有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屋。老两口依靠政府救助才能勉强生存。农村都是养儿防老。而傅刚年轻力壮。本来应该随便找个什么工作贴补父母。 这个垃圾从来没有给过父母一分钱不说。反而想放设法将父母微薄的积蓄弄走挥霍。在榨干了父母所有的存款后。傅刚甚至。连父亲每月几十元的低保收入都不放过。将低保卡抢走了随身携带。 这种人渣真是全国少见。锁定傅刚为重大嫌疑人以后。是案发的第三天。要说山东警方也是很厉害的。立即在周边交通枢纽进行拦截。重点监控赶赴心态的车辆人员。其实。傅刚是很容易辨认的。他是个大胖子。很快。警方通过视频发现了傅刚和另外三个家伙。这四个家伙。 果然案发当天出现在费县。此时正在乘坐长途客车返回心态。案发后第三天。也就是5月17日下午。山东警方出动警力。在泰安市安阳县境内追上了这辆长途客车。面对鹤枪实弹的警察。这四个小子根本不敢抵抗。前后只有一分多重时间。四人就丢下了匕首。束手就擒。 据说抓捕的时候。四个人丑态摆出。年级最小的赵峰跳窗逃走。然而民警吼了一声再跑就开枪了。赵峰就迅速的瘫痪在地。据说小便撒了一裤子。 连驶都出来了。在警方排查车上乘客的时候。王吉营竟然主动站了起来。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。这智商真是叫人猪急。四个歹徒杀人后还不到48小时。就被押回了费县。 这个案件的证据非常多。比如经验。可以确定这起恶劣之极的案件。就是这四个禽兽所为。证据确凿。四个人也没有办法抵赖。很快就承认了罪行。 这四个人都属于不三不四的人渣。在2013年的山东。就业形势还是可以的。年轻人只要愿意工作。肯吃苦。养活自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四个人渣却好意无劳。根本不愿意受累。他们基本都在初中辍学。随后就在社会上游荡。他们都曾在家人亲戚的介绍下。干过一些短期工。 最终却都因为怕苦怕累而放弃了。不想吃苦。他们却非常向往奢侈的生活。向往那种有钱吃喝瓢堵抽。天天大鱼大肉。性感小姐还要的生活。他们缺乏收入来源。家里又都是普通农民。想要过这种生活。恐怕就只能犯罪了。平时。他们多以敲诈勒索。盗窃抢劫为生。 其中傅刚年龄最大。之前有过一次入狱经历。成为了他们的大哥。其余三人也都是劣迹斑斑。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张学军25岁。曾经因为抢劫罪。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 2011年刚刚提前假释出狱。有人说。张学军才是真正的老大。出谋划策的都是他。王继莹22岁。也曾因为抢劫罪被判刑3年。缓刑3年。 至于赵峰。是个未成年人。才17岁。之前的犯罪记录不太清楚。也肯定进过看守所的。根据4人的交代。早在2012年他们就勾结载了起来。 开始在山东的济宁。泰安市的多个县区。和蒙英、平易、费县等地。盗窃、抢劫作案了近百起。一年内。他们搞到现金、电脑、金银首饰等物品。设案价值十多万元。这些钱都被4人吃喝嫖赌用光了。仅仅嫖娼一项就用了不少钱。此次作案前。他们曾经来到费县。 选择了县城边缘的霍小刚家进行盗窃。他们在霍小刚家并没有搞到什么值钱东西。却看到了张力的婚纱照。他们都认为张力非常漂亮且性感。就动了银念。这次再次流窜到费县作案。有人想起这件事。提议还是去霍小刚家作案。就算搞不到钱。他们也可以把女主人强奸了。 不过有过入狱经验的张学军却有些犹豫。他知道。强奸和盗窃、抢劫不同。很容易留下证据导致被捕。尤其是傅刚、张学军等人都有过钱科。 在公安系统留下了照片。如果女主人被强奸后去报案。很有可能根据照片就能锁定他们的身份。四个没人性的家伙略加商议。竟然一致决定事后杀人灭口。将小两口全部杀死。 这些人向来都不把人命当回事。也不把杀人当回事。在之前的抢劫案件中。他们动辄对受害者大打出手。下手特别狠毒。把人往死里打。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。都漠视人命。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。更别说别人的命。 5月14日下午。他们从县城。打车来到霍小钢家附近几公里外。霍小钢家在县城边缘。距离县城和最近的村子。都有一两公里距离。位置比较偏僻。他们下车后。就隐藏在300米外的山洞附近。四个人肆无忌惮地在洞口抽烟。被路过的放牛老汉看到了。照常理来说。 他们在被放牛汉看到之后。就应该放弃作案。但是这次个人人渣根本不在乎。继续等到夜晚。翻墙的时候。他们发现霍家装了监控和围墙护栏。他们都是盗窃抢劫惯犯。随身带着工具。这些男不倒他们。他们用撬棍撬开护栏翻入霍家。关闭了监控。霍家小两口并不在家。 这群歹徒竟然在家里等了一个小时。直到小两口先后回来。期间。这四个家伙毫不慌张。还拿出霍家冰箱里面的饮料。西瓜和雪糕大吃大喝。家中的小狗发现情况不对开始大叫。 傅刚听到狗吠以后。跑过去将小狗活活的砸死。头几乎砸成了平面。霍家小夫妻进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常。在他们一前一后进入屋的时候。四人持匕首等凶器先对付霍小刚。面对多个持凶器歹徒。霍小刚措手不及。来不及反抗就被制服了。 歹徒们用准备好的手铐将霍小刚靠起来。发现丈夫被歹徒攻击。张力吓得高声呼救。可惜因为房屋比较偏僻。根本没有人听见。 歹徒们迅速地制服了张力。将他带到旁边的小卧室关押。将霍小刚关在大卧室。 接着。他们向霍小刚逼问银行卡的密码。霍小刚怕歹徒伤害妻子。决定设财保命。将密码告诉了歹徒。苦苦哀求不要伤害他们夫妻两人。 歹徒们为了拿到钱。假装答应。傅刚换上霍小刚的一套衣服。戴上帽子。拿银行卡取出了一万一千元现金。 由于傅刚当时几乎身无分文。拿到钱以后。他立即买了几包好烟和一些饮料。在换衣服的时候。傅刚随手将自己父亲的低保卡。塞到牛仔裤的口袋里。 有人问傅刚这家伙。为什么带着父亲的低保卡作案?这主要是傅刚已经长期不回家。不是住在小旅馆。就是睡在网吧。 他每月唯一稳定的收入。就是父亲地保卡里每月的几十元钱。所以一直随身带着。最低程度。这钱可以买一两条香烟。取回钱后。 乃徒们没有放过霍家小夫妻。他们先逼迫会炒菜的霍小刚。为他们炒了一锅红绕肉。他们又将霍小刚全身捆绑起来。堵上嘴扔到大卧室的床上。由专人持刀看着。随后。他们拿出啤酒大吃大喝。又去小卧室对张力。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轮间和性虐。 其间。他们手段残忍至极。丧尽天良。张力因忍受不了折磨。曾尖叫哭喊呼救。这些都被丈夫霍小刚听得一清二楚。但他无法动弹。自然无法救自己的妻子。 只是心如刀割一般。直到天快亮了。发泄完兽语的歹徒们才开始杀人灭口。他们都没有杀过人。真正动手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容易。他们先对霍小刚下手。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。 又用塑料袋蒙住他的头。他们不得要领。折腾了很久也没有把霍小刚杀死。还乐断了一根绳子。见人痴痴不死。 傅刚等人恼羞成怒。先是用重物对准霍小刚头部。猛击了三下。打的脑僵都蹦裂了。这样还不算。傅刚又用匕首捅入霍小刚腹部。 鲜血立即喷溅了他一身。傅刚也是第一次杀人。看到这么多鲜血顿时心慌了。他急忙将染满血迹的衣服和牛仔裤脱下。脱得比较急。他忘记了这条牛仔裤的口袋里。还有一张低保卡。这卡就成为抓住他们的重要线索。如果没有这张低保卡。想要这么快抓住他们就不太容易了。 随后。他们又去杀死张力。张力被这些人的长时间摧残。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这伙人有人踩住张力的手脚。有人则用绳子勒,手掐。又将张力活活弄死。 还是因为第一次杀人。张力很长时间不断气。歹徒们怕他不是真死。多次用香烟烫他的乳房。第一次烫的时候。已经昏死的张力身体扭动了几下。傅刚他们三个人都坐过牢。 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。他们简单地清理了现场。尤其将大卧室里面的血迹。都洗了一遍。霍小刚是躺在床上被杀的。他们拿走了染伤血迹的褥子和床单。 本来想将尸体丢入河内的。却发现河水不够深。这样尸体怕是立即会被人发现。于是他们将尸体丢入了山洞。其他东西放入三个塑料袋里。连同电脑主机一同丢入了河内。 由于山东警方的高效和专业。这伙恶魔迅速被捕入狱。如果不是山东警方这么快就抓住这群混蛋。恐怕他们还会在社会上继续流窜强奸杀人。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害。这里。要赞一下山东的警察。你们做得很好。此案在当地民愤极大。费县一度炸开了锅。在嫌疑人指认现场的时候。 村民们群情激愤。试图将他们从车内拖出来。就地殴死。这四个人吓得魂飞魄散。在民警保护下暴头鼠窜。案发三年后。2016年6月22日。张雪军、王吉营、富刚三人。被依法执行死刑。丢掉了狗命。至于那个赵峰的运气却很好。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因为犯案时。 赵峰只有17岁。算是未成年人。所以就免于一死。对此。大部分中国网民表示不能理解。赵峰也参与了轮奸和杀人权过程。 手段凶残。并不亚于其余三人。仅仅因为他才17岁。就得以免死。同中国杀人偿命的观念是相反的。网民们多认为。恶性案件的凶手年满14岁。就应该不分年龄。 一律言成。有人甚至认为。凶手如果未满14岁。也应该连带让他的父亲坐牢。所谓养不交父之过。父亲必须为儿子承担一部分责任。 这种观点虽然极端。也无法可依。却有一定的舆论基础。社会对于这些20岁左右。整天在社会上游荡。没有收入又有前科的年轻人。 要重点注意。这些人是很容易犯罪。还是恶性犯罪。主要这些人多觉得自己是烂命一条。死了也没什么。往往会用最凶残的手段犯罪。 既得有一伙人。也是这样整天在网吧混。没钱就去抢劫。有一次。一个抢劫网吧小伙子的一包香烟的时候。对方就问了句干嘛有病。 就被他们用匕首连刺四五下。又用砍刀连砍几刀。将他活活地杀死了。就为一包香烟。最后多说了一句。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危险。大家要时刻有安全发意识。就算不为自己着想。也要为了家人而警惕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